从9月7日,88岁的相声大师常暴华病逝,到9月28日,54岁的摇滚音乐人藏天硕,84岁的相声名叫张文霞,66岁的著名相声,表演艺术家师生杰林并俱士。 这个9月,注定是被伤的,因为,我们不仅告别了长宝华,藏天硕,张文霞和师圣洁,还有小提琴家盛中博,评书大师萨田芳,表演艺术家朱旭,吉祥三宝父亲布仁巴雅尔,家盛名家刘文部,还有乐剧明明无剧里,长宝华去世,孙子长远等一照神情哀伤。 并且,阿凡道念爷爷,同姨孙两个一同上春晚,再到县如今的天歌一方,爷爷对于长远的影响,是一辈子的事,这更像是喜剧的传承。 虽然长远已经不在说相声,但相声对于他现如今事业的帮助,却不可小觑,向铁方的离世,引发了几代人的回忆。 他还曾在9月6日,赛出和女儿的这照,没想到就这么突然离世,他于2010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,文化遗产代表性继承人电视剧。 从150多年来,善田芳表演录制,完成111部共1.5万余级广播,电视评书作品。 他先后说过传统评书《三国和随堂》等经典作品,以及多部电视评书等,成为大众眼中最精湛的说书人。 《圣中国的离开》,让人再次想到了部分秀的梁主。 著名小提琴大师梅纽音来怀访问时,曾与圣中国合作演出,并称在他是《我在中国演奏八鹤双起庭》,协奏曲的最好的合作者。 9月15日,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发布消息,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,北京人一位会顾问。 离兄干部诸许同志音并一致无效,于2018年9月15日凌晨2022时分在北京逝世,想年88岁。 走好,老爷子,成为很多人共同的追思。 20日一早,音乐人科尔庆夫就发文,提到了不仁巴亚二老师的语世长词。 郭年58岁,他曾登春来演唱过《空洞大江南北的吉祥三宝》,现如今,也因为他的离开。 在吴吉祥三宝,21日下午16点30分,向声明家游文部,因病医治无效。 在天津去世小年82岁,这位大师有双皇第一人和太平歌词第一人支撑。 乐剧名领,无据力的离开,引人再度想起了曾经的巴母带。 只是美人已去,来生再相逢。 藏天朔病逝,私情隔晕了,写巧诗,发表了对藏天朔的不舍,不会永远记得那个音乐者的你。 除来生相遇,愿看你健康笑傲的模样。 28日上午10点20分,向声明家游文侠去世,想念84岁,就在9月28日,21点43分,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,施生杰,于在哈尔滨病逝。 他是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德的关门弟子,曾和江坤,侯耀文搭档,也在郭德纲最困难的时候, 给予知识和鼓励,愿艺术家们一路走好,愿天堂没有病痛的折磨。